Hello, 大家好, 岳湾区接的阿强 很高兴在我们疫情之后又跟大家见面了 现在疫情就放开了 基本上来说已经是稳定的健康发展了 我们的楼市也进入了一个最佳的入货时机了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南站的一个万货中心 而我们这个万货中心也是一个延楼 延楼是带装修, 还要送空调 稍后我跟大家上去再看看 将那个样板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到我们周边的商业情况已经很成熟了 大家都知道南站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书楼 分布了去我们所有大湾区也好 或者是外地外省也好 都是一个直接的高铁过去的 所以我们在交通方面是非常方便的 而我们这里带给大家的 将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片区 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写字楼 我先进去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区位情况 再带大家去我们的样板房看看 看看我们是包了什么给大家的 很开心的价钱 直接是燃楼 还要是先前卖的是什么呢 是毛皮的价钱是很高的 但现在要清货未了 燃楼了 还要是包装修了 万多元出头 OK了 大家还有一个在我跟大家说之前 记得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是湾区之热 我们一定有好东西介绍给大家的 OK 大家好 我现在是进来我们的万方 今天请到王先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大家好 我叫王錦旭 在这边的消息 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规划和沙盘 我们可以走这边 主要先看看我们这个区域的方面 我看看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我这个位置在这里 是我所谓的位置 就是我们南浸的万科中心 李錦记 是 因为李錦记 就是我们香港的石油帝王 他就在我们这个地块里面 整个万科 他拿到整个地 用来推发他一个我们的华南总部 大家都知道 南浸这个位置 其实是去到香港很方便的 是 没错 四十年分钟就到香港了 没错 因为这边广州南浸 目前为止 它有五个高铁线路 五个高铁线路 四个地铁线路 五个高铁线路 是的 我们分别有南港 京广 还有贵广 越港澳 还有越西 如果我们是香港的市民 踏成我们越港澳的一个高铁的情况下 四十八分钟可以直接到香港的西九龙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到南浸之后的情况下 我们有很多地铁都可以接驳到的 那好像我们想由南浸去到珠江新城 就很方便的了 我们直接由这边 可以踏成七号线 来到汉溪这边 换成三号线 或者是去到南川万博 换成三号线 换成十八号线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 所有的时间 可以直接去到我们广州的珠江新城 即是整个广州目前为止最繁华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 如果想去到南沙 或者是去到法山 那些更方便了 是的 那其实呢 去到法山就最方便了 现在法山在广发环线 而且呢 法山二号线是已经求使用的了 只需要两个浸 可以直接去到我们三山的新城 是 等于说去到我们整个法山目前为止 是一个第二个新城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 整个南浸它的规压很大 它叫到南浸商务区 它不单单去去区乏我们的交通疏流 它是作为整个广州来说 后期广州南部一个最大的商务区来区乏 因为在我们广州十四五规压里 我说到 整个广州南浸是作为我们全广州 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来的 所以目前来说 整个南浸这边 它的规压是非常之庞大的 它整个南浸的规压有三十六平方公里 但是真正正正水核三区内 它只有四平方公里 刚好我们的项目就是所处的位置 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是最直观的 镜头 这边直接看过去 那边就是广州南浸 由我们这边过去直线距离 大概两百五十米左右 即是一路之隔 是的 其实一路之隔很方便 由这边上去 那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东出发平台 嗯 是 那我们左手边这边 就有轨道的了 哦 很近的 轨道就在那里 没错 有什么吵不吵 真的有轨道 不吵的 如果在我们所聚受的项目里面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个外立面 全部採用的是什么呢 叫双层的LOWE玻璃 哦 它是隔音、隔热、隔止外线的 所以三纹道窗 一点声都没有 哦 那么随此之外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项目这边 那这边的情况下 南浸这边 除了我们高铁方面之外 它是地铁 刚才有讲到 7号线 发生2号线 那还有一条地铁是 其实跟我们一个东莞三振去到 都很方便的 现在开到没有 现在正在见到 它是首通断通了 在陈头江的位置 然后途径广州南站 即是这条22号线 而且22号线是1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可以说是地下高铁来的 即是以地铁价钱坐高铁的速度 对 没错 而且它去哪里 它不是单单在整个广州合 它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东莞 去到我们的深圳 因为我们现在首通断是 我们来陈头江 广州南站 然后去到祈福新村 再去到潘域广场 但是这条线路 我们3月31号就开通了 在3月31号开通之后 第3日 广州市政府 就已经将我们东莞段的线路 已经公布了 在哪里走呢 由潘域广场 一直到南沙 由南沙经过我们 施子阳过江隧道 去到东莞的滨海新城 去到深圳的一个沙田 光源城 目前来说是去到潘域广场 是的 但是它这段很快 已经是跟东莞 深圳那边的地铁线路 如果将来在香港回来 随着坐高铁的一个直线 另外一个还可以在深圳那里坐高铁 直接地铁回来 很方便 很方便 除此之外 好像说2号线 这边最早过来 可以去到海珠 去到我们白横区 嘉宏梦江 基本上来说 坐地铁来说 在我们南沙这边 去哪一个地方都很方便 可以 加上去一个书楼中心 是 没错 因为广州南沙是作为一个书楼中心 是的 我们从南沙这边出发 一个小时之内去到法山 或者去到广州任何地方都可以到达 除此之外 广州南沙它是打造了什么呢 它叫做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书楼 我们一个小时可以去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九郡 任何地方 是的 三个小时可以去到泛亚的九省 八个小时可以通达全局 所以这边的一个交通是非常方便 在这里 我们现在在万科中心 周边的商业情况是怎样 那就要跟你说 第一个情况 我们刚才距离南沙这边 有一个种族的生态广场 这个是由我们广州城投去成建的 目前已经建成 我们今年过了年就会投入使用 生态广场是什么 它这个生态广场有些类似 类似我们珠公申成的一个花城会 我们这边应该叫花城会 但是它叫城投花城会 它总共有26万方的一个 全部是露天的广场 是商业广场 地下有四层 地上有两层 基本上我们比如说 外面的名牌 牌子东西 或者是吃的 喝的 玩的 全部都可以完成到 所有的娱乐 一体 是的 是的 好像我们太股库目的行帝足球场 现在叫广州足球场 是由我们一个广州城投 已经接手了 接手了 是的 现在又在整 预计都是跟之前一个时间一样 2024年年底建成 2025年就会投入使用 即是改了名字 原则上的东西是完全没有变成的 没有变成的 它的规模 它所有的配套 所有的商业全部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开发箱 换了一个我们有政府背书的 所以市民就更加不用担心了 除此之外 我们好像三间医院的 已经建成的 负力的UCLA 它是我们 中国和加州 联手研发的 全中国第一家总流专科 这间公园 在哪里 不是一间医院 这间医院 距离我们大概是两个地铁站左右 家门口 乘乘7号算 汉溪大道 在中村就是了 中村站 是的 中村出了地铁站 对 你乘乘5到6分钟就可以去到 很方便 这间医院 已经投入使用 随此之外 我们三个地铁站 就可以去到我们国家的5A级的 一个旅游区 叫做长浪 对 目前为止 因为中村广场 例如说不够 你逛街 不够东西买 或者其他的 可以乘乘地铁四个浸 来到我们南村曼木 这边就有什么 曼达广场 四海城 越海广场 或者海影有一城 所有一个大型的商业配置 全部都在一起 另外我们 踏铁十分钟的距离 可以经过两个商圈 除此之外 整个南浸 其实它的规模很大 我们可以看回我们现在 核心区的一个位置 好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这边核心区 虽然它只有四平方公里 但是 广州市的一个区块里 这里一共会建设 一百七十七栋 的一个超级级写市楼 其实这里集中很多写市楼 是的 后期预计的办公人口 会去到三十万人左右 这边的核心区 它主要是怎么分布呢 以我们汉溪 大道为界 它的北边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山泰的宗族广场 这边就是我们刚才跟你说 城头的花城会 这边就是广州南站 这边为什么叫做宗族呢 因为这条线路下来 是由一个我们香港的开发商 新虹基 新虹基 是 去年的4月27号 拿了七十个亿 将我们这边的地块 全部拿来 进行一个全面的建设 除了花城会之外 除了花城会之外 它还建设了我们 广州南部最高的两栋楼 一个是南塔 一个是北塔 这个是南塔 三百五十米高 北塔三十二十米高 这两栋楼好吗 这两栋楼是在建设 它已经拿了 即是在建设中 也是新虹基的 而且这两栋楼建成之后 是整个广州南部最高的地标 其实一个城区 或者一个城市想发展 它的地标是必需要的 那肯定是 现在所说的打卡点 对 对 新虹基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广州 在上海 在香港都有 香港的客户更加清楚 是的 新虹基 可以说香港来说 是叫地头蛇 好像我们广州那样 叫阿爷的企业 除此之外 这边26万方的地下广场 过元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是的 所以今年的元年可以投入使用 是的 很快 很快 准备是正任元月 等于一个月之后 下个月之后就可以了 随着应该这边的中途广场 还有一个叫泛雅的论坛 是我们全中国来说 是之前的化论坛 有九个省市加两个特区去参加 这么多论坛 是的 这边是它永久会计指 等于以后 之前它们去这些论坛的情况下 全部都到处去的 但是 从明年为止 从明年开始 它全部都在南州这边进行 有很多媒体 很多电视团过来报导 由它们报导的情况下 整个南浸越丑就越热 所以对整个南浸来说 它后期会吸引更多企业 人材 进入我们南浸 汉溪地道 南边这边 成片 就是我们万科的地费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哪里 位置在我们四号地费 中建大厦六楼 那我们现在卖在售的是哪里呢 卖在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 最后一栋高级的商务公寓 这个叫博域 对 博域大厦 这核三区四平方公里里面 最后一栋 是非常稀缺的 因为整个核三区里面 177栋写字楼 总共的见面是去到853万方 但是它只有五栋公寓 仅仅五栋公寓 这个是现楼来的 是呀 因为我现在看外形 我经常经过都看到 没错 现楼就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这两年 有很多市民都会担心什么呢 收不到楼啊 南美啊 现在现楼不用说话了 一个最大的保障 是呀 你给到钱就有楼收 你给完钱马上可以安排你收楼 它的面积有多大 现在的话最小有33个方 最大有36个方 但是我们一个全部是4米 不是复式 复式单位 复式单位 是多大 33方到36方 33到36 是 但是实际里面 好像36方 它是楼下 因为我们全部是计单层面积的 所以我们楼上楼下加上 其实去到50方左右的小面积 但是我们全部是什么 你除了现楼之外 我们还带中收给你 哦 又包装修 是包装修 你根本就拿包进去就行了 不是什么软装呢 软装很简单 买一种床 对 现在硬装是包装的 软装是自己的配置 连电器空调也有 空调也有 那我们先去看看 是啊 现在其实 先闻一下 知道再上去看 更加开心 现在在手 现在卖得多少钱呢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真的很厉害 我们去年开发商的货 全部是25000多 26000 但是现在是一口价 1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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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送空调 还送空调 快去看东西 好 那么开心的价格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先前卖二万多 还是无P 是 之前二万多还是无P 那我们现在直接可以去到燕楼看 好 现在我们跟王先生过来 又去我们那个 现在在卖的燕楼 是的 这就是我们燕楼群边的一个 周边的商业 没错 这边的商业 它发展得算是很好的 因为这边的商业 其实才是两年到 楼下吃的 玩的 你基本上生活的 基本配套 可以在这里满足 是的 你平时说想吃些东西 好像香脆 拿钱 银红都在这里 新银红都在这里 新鲜超市 全部都有 所以我这边的商业 配套是很齐全的 因为这边其实你可以看看楼上 楼上是基本上住门的 是的 冷气可以看到 是的 为什么南站商务区里面的公寓很稀缺呢 因为一共才有五栋公寓 这么少? 是的 全部写字楼多了 是的 有90%全部都是写字楼 然后有50%是之前一些村民的回遷房 有名叫回遷 所有村民都要住 所以其实可以提供给这些商务旅行的 或者是商务出行的人的居住是很少的 哦 加上我们整个这边 后期它有一个办公人口很庞大 有差不多30万人 那这些人其实都要住 每个人有屋 是的 所以这边的公寓 就目前为止的租金价格都非常可观 我们上边回遷房 有一些 它拆得多的 20多方那些 它现在租多少钱呢? 租2,21个月 28方而已 28方租2,21个月? 是的 那我现在计算一下 不要计字 现在看看我们的商业中心 真的有钱大吗? 美營街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可以说你楼下楼 你所有收配套全部都可以得到满足 食的喝的全部都在 加上这边 真真正正可以给人租的工业很少 放一套租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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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说它20多方租到2,000多 很可观 真是 很可观的 其实是这样 你看看镜头 看我们这边 就刚才我们上到去 这边你看 这一栋街灵纳 它是整栋被人拿下的 整栋都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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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都不剩 它隔离这边四栋是什么呢 之前成尘半层卖的 哦 它后边做一个二栋 二栋是被雅朵酒店 整栋拿下 四栋隔离三栋 三栋是被华夏中景基金公司 整栋也是拿下的 嗯 全部好像批法那样 全部都拿下的 是的 全部都是一次过拿下的 这边的话 它28栋 30多栋 一个月租金 就当33栋 一个月租金去到多少钱呢 3,200 哇 这么厉害 30栋 放松一点 3,200 全部的租金 差不多都是 95元一栋 到170元一栋 嗯 所以这边的租金 到回报率是很高的 但是它们之前买的 贵的 之前全部要三万多买的 但是我们现在买这栋 可以看到的 这栋的整栋的外立面 它跟普通的公寓不一样的 它是组 我们万科 所有公寓系里面 最高端的一个公寓产板 整个外立面的造价 会比其写字流更高 全部玻璃外立面 是双层的 露尔玻璃 它是什么呢 隔音隔夜 隔音隔夜线的 所以你在里面 虽然是什么 潮向有些太阳 但是它们不觉得曬 很舒服 当你打开枪的时候 有阳光充足 是的 特别是什么呢 它四个朝向 每个朝向的景观都很漂亮 西向它就没有遮挡 后期什么都没有 从日头到晚黑 全部都整个家庭都很公猛 然后东向南向 后期可以看着写字流的群体 晚上的夜景都很漂亮 特别是这边走过去 左手边 这一边都是我们的地块 这个地块后期是做什么呢 做我们的产业园 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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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园后期 可以预计办公人口 会去到两万多人 加上我们15号地块 这栋楼 它旁边还有什么呢 叫写字楼 有写字楼的配套 你肯定有企业 有人群要办公的 有办公的人群 它肯定要住 这个一定的 是的 所以我们这边 最后一栋 这个价钱 如果是按照 不要说给人家贵 不要说租多贵 就按照现在市场的租金价 你的汇报率 少少去到10个点 现在你同一笔钱 放在银行 放在理财 或者放在基金 绝对是做不到的 现在市面上 没有任何一个产品 可以做到这个回报率 那倒是 没错 你现在说得 这些是很稀缺的产品 没错 真的买少见少 因为公寓在其他地方 如果太多的情况下 你的租金价 或者你后期想出手 你也有很大的竞争 这个是多少年 这个是40年的一个产权 40年的产权 而且是一户一证的 一户一证 全部都是不动产权证 这个到时候你可以买卖 可以放租 自己用又可以 特别是商业 有些人喜欢拿来做什么呢 办公 因为他可以挂购公司 目前我们这边 如果自己不办公的情况下 地址被人挂购 一年的市场价 是去到6000到8000 又是另外一笔收益 这个普遍来说多不多呢 很多 很多 在这边 基本上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 南浸这边其实有什么呢 它有很优惠的 我们企业政策 有很优惠的人随政策 所以你挂购在这边的话 有些企业是可以享受到 税费感面 人随的话 又可以个人税费感面 这里还要是有公共巴士站 是 这里 这里 这里有公共巴士站 就楼下有 是 其实楼下这里的话 它有两个站 你如果不想走路去后期地铁口 这里两个站直接去到地铁口 很方便 等于我们多了一种出行方式 我们又不用走那么远 但是其实走路也很好 因为这里走路很舒服 是的 你平时在家里没有事 或者经常坐在办公室 其实走一下 锻炼身体也挺好的 像散步 是的 我也经常是这样的 现在来到我们这个燕楼 就是这幢公寓 大家可以跟着镜头 看得到我们的入住率是非常之高的 大家看到有窗点挂的那些 肯定住了人 没错 还有很多那些 挂牌的公司都有了 是的 这边其实从早期我们去年年底收楼 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入住都很高的 很多公司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批货 是未卖到的 未卖到也有很多个人公司 过来问我们 有没有房租 全部都想在这里办公 或者这里居住 在家里可以看到这幢楼 为什么说这幢不是普通的公寓 它是作为我们的万科 公寓界里面最高端的 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是的 由外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说一句 如果你在做写字楼 在外围的感觉 就已经上了一个档次 没错 其实你又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南浸的写字楼 虽然是多 但是它的费用很高 大家都知道 写字楼 你说第一个管理费 二几三十元 但是有些小公司 刚起步 又承得不起 又不想用那么高的费用 的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选择 我们这边博异域大厦 博异域大厦 其实它整个档次 跟写字楼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的生活费用 又低很多 在这里管理费是怎么收的 管理费才6.8 6.8 而且我们管理公司 是国际资质的一个万物量行 是由万科旗下 和我们境外公司合作的 全国广州 甚至是全中国 有很多一个商业的物业 全部都交由去管理的 你可以看到 整个走廊 整个大厦 整个电梯间 很亮堂 因为管理公司 织织很漂亮 地下都可以反照做镜 可以看看这一间 这间是36方 36方 是36方 常规的户型 这种户型 我们的设计是做了双时 例如一套房 可以分两套出租 一楼为一户 二楼为一户 这样的设计 可以把整个租金做到最大化 这里的卫生间是小一点 手末比较小一点 当然它面积已经局限了 你想大都大不了 但是毕竟来说 它是一个独立卫生间 没错 方数是这样的 三十多方 你都看不到 后期这个位置 你自己放床 定制的床 它可以将飘舱离量床 直接将这个离量床 下面做一个储物柜 床的床也来到这里 差不多 你将飘桌 这边做一个小沙发 电视墙 这边做一个可以伸宿的餐桌 这个位置最简单 做一个冰箱 冰箱 冰箱 这边就可以做一个储物柜 所以整个空间 无论是储物 还是我们的活动 都是非常充足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 这个空调 是水道 这台空调 是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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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有没有空调送的 上下都有 就是它是双锁匙 上下都有 没错 是 这个就是电箱 而且可以看到 我们的配置很高 可视面板 一件的关门 一件虚仓 全部都可以做到 那我们先去楼上看看 黄先生 有一个问题 是 楼梯这么窄 搬家室也挺成问题的 其实是这样的 你 大件的 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型公寓 其实它有洗衣机 不需要很大 整个滚筒 后期放在这里 刚好搬上来 现在床垫 床很多都可以拆散 特别是床垫 现在可以压缩的 捲成一捲 拿上来 一打开 所以搬家室也很简单 因为我用的 整件不能移动 所以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一楼所说的 接空调管 是的 它是排水管 这个就是空调管 没错 二楼的设计 其实可以亲口 亲口我们一楼 特别是二楼 你可以看到 这边如果放在床上 它的景观很漂亮 日头叫醒你的 不是路中 是阳光 所以很舒服的 无论自己一转 是办公 如果办公的情况下 一边可以做一排的工位 这排的工位这么长 起码有五六个 另一边有五六个 一个小型的公司是很适合的 刚刚起步 十几个员工 挺好的 我想问一下 这些商锁匙 多少钱 一层 这个是重点 现在我们已经收到楼 有业主租到最便宜的 租到多少钱呢 1850一层 一层 一层 两层可以租到3,700 我算是3,500 算是3,500 算是3,500 很高 看看这个36方 总价大概是多少钱 总价大概是5,600,000至5,800,000之间 单价大概是1,600,000 1,600,000 1,600,000 如果楼层不讲究的情况下 1,500,000多都有 是 低一点楼层 低一点楼层 没什么所谓 投资 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总价低 没什么 总价低的情况下 你回报率就更加高 对不对 刚才跟你说 1850的租金是业主急租的 如果不急租 全部都租金2,000到2,000一层 可以的 其实这个都可以的 可以的 因为其实 我们一个 一只公 一个年轻仔 或者小情侣 这个户型是很适合的 嗯 就算 用来煮也可以 用来煮也可以的 我们这边也有人煮 关键就是搬东西的位置 最大件就是床电 现在所有床电全部都是压缩的 压缩的 压缩后拿起来 很方便 那我们装一个大小小的户型 它就会整体会舒适一点 不过它就货量比较少一点 这种是我们45方的方数 刚才那个36 是 这个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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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双锁匙 也是双锁匙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里面的空间就开阔很多 那真的很远 对不对 整个里面的空间就舒适很多 差了九个方 是的 换完之后 除了床位以外 它这边还可以做得到 是可以做很多 对不对 特别是你可以看整个里面 刚才这边 你如果放一个沙发 可以放一个长一点 嗯 舒适一点 放一个茶几个 这边电视墙会比较大一点 这种如果是自己有居住需求 其实很多市民如果喜欢自己一只工 不想跟老爸老母住的情况下 自己弄一间小小的 对不对 虽然说麻处虽小 但是五中区全 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平时说 约下朋友 喝酒看看阿波 对不对 对不对 其实你所说的是 可以自己 年轻人在这儿 游戏一下就可以 是的 有些老人家喜欢 我都不同后生住 小小间可以了 你不要给大家 我搞卫生 用头够 有 这种东西也好 有些老人家自己 整间小小的自己住 是的 收拾起床也方便很多 这个户型 它就会连樓梯都闊很多 这个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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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空间其实都很阔 嗯 上下空间很阔的情况下 很多可以利用 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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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洗衣机 放在这个位置的情况下 这边可以做一个 很大的储物柜 嗯 你做储物柜 基本上 你一个人住 或者两个人住 基本上的储物空间 当然是够小的了 嗯 看看你怎样用 如果给我的东西 我洗衣机收拾到这里 都可以 这个就看个人需求 因为这里是一个生活场所 就是圆圆住 休息的地方 是的 其实有些人是用来做什么呢 他用来做公司仔 他一楼拿来办公 二楼拿来居住 他直接就做工作的地方 和住的地方 在一起 没错 他都不用多走两步 那如果有些自己住二楼 把一楼租了出去 有啊 真的有啊 那租的地方 用来供回房子 是的 特别是年轻人 你对他来说 他一个好像五十多万 月供两千多 我租一层出去 就有人帮他 一千多 差不多两千元的月供 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很轻松的 对他来说 自己有得住 又有租修 就是给他一个首期 对 就等于给他一个首期 即是内地就是首期万至五十 是的 我们说一下那些 就一窗过 一窗过 一窗过都不贵 一几十万 几十万 有两层 但是你可以考虑到什么 如果是现楼 你想的话 拿去做打壓 都可以 怎样说 拿去做打壓 因为你现楼 拿完证过零月 你拿去做打压态 或者其他的 一样可以月供 不过前期 拿多些出来 后期 一样 都没什么分别 那如果去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做个首期 8.50 是的 那都可以的 月供很低 现在我们这边的利率很低 你商业五点几 如果是做什么 按揭 就是打压态 上用态 三点几的利率 基本上是 分分都可以拿出来的 可以上用态最高 你可以整个三十万 五十万 直接全款都可以 嗯 月供大概是四千零万 五千万左右 嗯 太大需要 如果是自己可以的 基本上 我给了8.50 我就收租 填回那个 是的 如果是顺投资的情况下 有很多方式 正常防太力 利率加盟月供 大概是两千三千元不到 嗯 你纯投资的两套 用来出装 你还有一阵 哦 有人帮你给月供 你还有一阵 是这样的 是的 但现在上到来 好像很矮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现在整个广州 在2017年3月30日之后 它是不批幅 五米以上 嗯 现在市面上最多就是四米半 四米半 四米半 慢慢慢慢可能都不给批 会批那些平层的 所以其实四米半的公寓 现在可以做到两层 两份收集是很难得的 如果过多两年到时 不批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绝品了 就好像之前限宿令 一出别墅都没有了 所以别墅是很稀缺的 所以这种收集就不少见少了 嗯 那么我们的客户都听到我们 介绍了这么久了 我们现在其实都在 和大家做一个总结了 嗯 看得到我们交通的便利 是的 无论高铁也好 或者地铁也好 四通八达 没错 那第二个 很关键一个 就是燃楼 是的 最关键是什么呢 燃楼 大葬寿 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给你的 是所见就是你所得的了 全部都是 你看到屋里面 你现在看到的 你到时候就收到债 是的 没错 最关键是什么 整个全南浸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公寓 很少 就是气缺 但是现在的价值 真的很大买 嗯 至同期的 去年这个时候 人家买的要256元 你现在156元 你等于比一年前的后买 你才占一平 嗯 一年前买的还要无披 是的 还要带上装修 带上装修 那你不要太多了 我两年之后 我恢复之前的256元 你一类一回 赚了两平 那些我都不算了 就算现时的价值 先赚一万 现时的价值 你自己算的价值 划算是否划算 1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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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人单上的一条地址 我们是四通八达 去到什么东莞 深圳 中心珠海 香港 澳门 全部都一个小时 可以到达 嗯 没错了 还要送空调 所以空调 现在不是很值钱 但两千多元一台 对 大人都是审议 对 两千多元一台 那你整两台 去到那五千 对 对不对 这些是送的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 就是这个市场 现在有这个价值可以买 就是最关键的 如果买到 如果买到 什么市场价值 就不算投资了 嗯 没错了 因为这个疫情 亦都很投行的 对 没错 所以因为这个疫情 我们价值得很漂亮 没错 这也是我们投资的最好时机 因为说真的 地产慢慢回暖的情况下 价钱绝对上升 我不用说话 大家都清楚了 其实不要说其他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月 11月份到现在为止 出了很多的政策 全部都是刺激房地产的 刺激消费的 嗯 特别是你现在 可能是暂时疫情 刚刚放开 没有那么快的一个反应 嗯 但是可以保证到 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明年过完年之后 一定是整个市场爆发的时候 嗯 压迫了很久的一个买房的需求 一个住房的需求 一定会在明年 三月份左右 全面爆发出来 嗯 你一旦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 大了 那虚拔收入不急买了 是不是 价钱肯定是会回升的 嗯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有这样的价钱 其实就是归功于 虽然说疫情不太可爱 虽然说归功于疫情 虽然说疫情不太可爱 但是这一波就是归功于疫情 其实你现在这样说 正在心里去说一句 心中说话 五十多万可以做到福息单位 就是两层 你喜欢就住了 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租一层出来 对 对 说一句 五十多万在香港真的买不到什么 在香港 这点来说也有两层 是啊 两层加上去到好像这一间房 两层加上去到差不多 六十多房 三十七十房 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在香港起码要 六七八万 那些都不用说话了 是啊 我们只是知道现在的现时来说 真是现楼的情况下 还要包装修 才能做到一万六元 那一万六元 有些一万五多都有了 是的 但是就是楼层低一点 当然楼层高一点 相对来说 价钱又不会高一点 贵一点点 但是楼层高 雖然贵一点点 但是景观也好一点 嗯 是吧 试饮好一点 其实说真的一句 就算低楼层也好 好像我们现在这里 是多少楼呢 这里是二楼 第二楼其实看出有好处 看出全部都是绿化 嗯 都很舒服的 第一个呢 它的首层是比较高的 是 第二个呢 从二楼开始 每一层都是四米半 四米半 所以我们所处的二楼 真真正正来说 高度就是不止二楼 不止二楼 你如果按住住宅三米来计算的话 住宅有三米 两米八三米 还有些差不多 豪宅就三米 现在在市区里面 三米也没有两米八 对呀 难免 我预计住住宅来计算 我们这里二楼 其实差不多 好像四楼半五楼 是的 陈高都是很舒适的 这个楼层 这个楼层其实放在其他楼盘 很多人抢 虽然说我们这里的管理费 收到6.8 是的 似乎比其他楼盘高了一点 是的 但是保障之后 都是万货产品 没错 我们看这个背景也很关键 是的 管理费收得贵 有贵的原因 如果收得贵 没有管理 就是这样 不需要老公家 是的 但是我们是贵一点 但是我们管理是很好的 24小时的管家服务 其实呢 说真的 你贵的 我相信你7元 不要6.8元 你40多方 只有200多元 对 因为我们是计算一层面 是的 其实常规那些 你30多方 都是200米上下 是的 你分两层来计算 大概一层 如果是分租的情况 人家一个租客 才能成立100元左右 噢 这些 喝茶就行了 是的 喝茶也不足 喝茶也不足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 真真正的 真的可以入手的时候 所以说管理费 贵一点也不是问题 畢竟面积不大 不大 是的 我们今天和大家也介绍了很多 新国和新 我们说了这么多 因为我们也是想把好东西和大家分享 让我们的投资客好 或者回到这里度假 在这里住的也无房 这么便宜的价钱 没错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湾区接 和打我们热线电话 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 下一期再见 OK 拜拜 拜拜 三位都是33 很有型的 进门我们看到一条旋转梯 虽然它33 但是我们什么都齐 什么都齐 而且这个户型 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景观面 可以看到 90度的景观面 一个湖位 是的 而且它的单边位 彩光也好 这里很过瘾 进到这里 其实我们这里是厅 这里有一扇 全部飘窗都可以完全利用到 是的 进到这里 还有一个 类似我们的生活阳台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放洗衣机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很过瘾 这里很过瘾 虽然是小的 它是完全分离了 没错 这些东西你就自己 乘托来用 留下我们的厅 是的 我们先上网梯 是 那条旋转梯 比我们传统的梯 就比较特别 一些 上到来都挺大的 是 上面其实空间是足够的 虽然 柱位有多些 因为始终来说 洞大厦高 柱位一定会多 没错 特别是有些客户 他喜欢什么 他喜欢睡觉 有景观看的情况下 这里放一个床 特别是高层 你马上看出来 整个城市的夜景 很舒服的 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放梳妆桌 后面放衣柜 其实整个位置 利用起床是很舒服的 这里放一排柜 这里是梳妆桌 整个景观 你可以看到 如果自己睡在这里 很舒服的 日头真的 看出来 90度的景观 是的 这些地方 我床架了 不用拋床垫 可以搞定 是吗?很舒服 所以这个户型 其实如果个人 拿来 时不时拿来居住一下 有时候回大陆 过来住一下 或者是有什么商务 你其实举行商务 都很开 这里整个大班椅 整个老板桌 是不是? 这里整个排酒柜 整个好舒服 是的 我想问一下 这个单位 现在卖价是多少钱? 这个总价便宜 大概是51万 到52万 51万 对 33万平方 是的 没错 这个又可以想想一下 这种景观 是它的气脱性 一层只有四套 都是转个位置才有 是的 全部都是单边位置 正常来说 我们买楼单边位置 都是贵一些 是的 这种又特别又便宜 所以我觉得 都是入手 都是挺好的 是的 是的 好 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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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